我特別把柯總釗的書 拿出來 我看看 看怎麼自我打臉 怎麼自我打臉 我把他講完 不是 這個跟什麼 這跟我們要審 在院會裡面要審 勞基法 再修正的正當性有關 當時我的 阿Q就說議事錄確認過程有問題啊 結果現在議事錄一點用處都沒有 我每次開委員會 每次開什麼都要確認議事錄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173頁 柯總釗 173頁力排眾議 續開委員會重新佈局議事戰場 他講的是什麼事情 是3月24號陳其邁再繼續開個聯席 來確略3月17號半分鐘 那個議事錄是無效的 我那時候想說國民黨真笨啊 你那時候就講說議事錄確認沒有影響啊 3月26又再開一次 你要講張慶忠是對的 我們臉皮沒有那麼厚啦 我們現在講議事錄的事情 你要看我來煮我幫你倒讀沒有關係 好好的搞你一下 這是2014年啦 我把它講完嘛 這你寫的啊 2014年民進黨為了黨服貌 3月20號另外召開聯席委員會 確認3月17號張慶忠做成的議事錄無效 並且在3月26號再開一次聯席會 確認3月24號的議事錄是有效的 2014年議事錄這麼重要 我把他講完 你回到今天的議程來講 我把他講完 今天不是討論柯建民的書吧 對啊 我討論那個書我可以 2014年議事錄有效 你根本沒有看清楚 選舉的時候拿這個來騙選票 2017年的時候議事錄沒有用啦 那張慶忠那個有效啊 你怎麼在說什麼 你是確認他議事錄無效啊 你先來景仰商品中就對了 不是啊 那景仰先來 我的意思是說 2014年 希望你臉稍微變了 2014年 好一點好不好 2014確認過程 你們也不敢看那個畫面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畫面有問題 不是啊 你讓我把他講完 台記這句話你聽不懂 你講這句話你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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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台灣是不好的 如果你拿那個例子來 決定的例子的話 那意思是說 我只要再一分鐘 我只要再一分鐘 我只要再一分鐘把他講完 那你現在是要幫國民黨平反 我只要再一分鐘把他講完 這是柯總召選舉的時候來講 這個是當做政績 2014年議事錄這麼重要 2017年議事錄確認不重要 我只是跟院長講說 我們立法院是變了 好來我來回答你的問題 這個議事錄有沒有效 不是一本書裡面寫 就可以說他有效沒有效 任何人都可以為他的思想 他的攻擊 稍微琢磨一些 我不想誇大 但立法院 絕對是 照議事規則來處理 我們要拿任何一個著作 來講 證實哪一件事情 我都可以回答了 這個都 都沒有 一點意義都沒有 立法院還是照議事規則來 我自己也當過兩屆早期的立委 如果大家知道 那時候 在場恐怕都還沒有 大概第一屆第二屆 那時候怎麼有什麼議事規則 只要 人數多 大概 比現在還淒慘 根本沒有規則可言 總算都是最後一天晚上 林志佳 林志佳秘書長那時候當立委 總算都是一天晚上 表決兩三次就整案都過了 所以要翻舊帳是翻不了 但是我們一切都照議事規則來 他自己打臉自己是他的事情 但是議事規則 院長裁決這個我就可以解釋 但是我們是照議事規則來 我們要照議事 我沒有說你的 我的意思是說 對啦 對啦 沒有人 沒有人能夠 沒有人能夠 沒有人能夠評判那本書 對啦 我的意思是這樣 他那本書他說 是在歷史去評斷 我可以幫你倒讀 這麼會實在要開課 這個 什麼叫318 一個舊變成這樣 現在換親民黨發言 不要忘記還有親民黨